最近我在寻找除了USB之外的其他协议生卡 诶 你会说为啥看USB之外的其他生卡呢 走2024年还给这整USB呢 那不得给你来点狠活吗 我在物色我的下一个生卡了 真男人只争来下一个 因为我的下个生卡 我不太想搞USB协议的产品了 本期我们来瞄一眼 战未来系列 顺便咱也聊聊 除了USB协议之外 还有哪些能代表未来的接口协议 咱也盘一盘到底是哪一个 是我的狼啊 狼啊狼 你往哪嘎藏 先来说老旧的USB 老旧妈听了不乐意 USB现在可以说短期的底层协议 还得是USB2.0 哪怕接口它是Type-C 那USB3.0都普及了那么多年 甚至Type-C都能以线通直供显示器了 那为啥还得兼容这2.0呢 USB2.0做的显卡在目前给个人性能用 够不够那绝对够没毛病 没毛病为啥还升级呢 如果用了真3.0了 那傻屁用户买回去插在2.0接口上 万一不识别怎么办 用户他不会想他自己懂不懂 他会直接骂厂家 这什么厂家做破烂 下个产品指定我不买了 买不了一点啊 所以本着非必要不升级的原则 一时半会儿USB3.0的协议和Type-C全速的显卡 基本无望 就此USB再一个我也不太想弄了 而且USB在同样buff底下 主流产品底下均延迟略偏大 这也是我想放弃USB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就是13年14年某博主 开始吹嘘的雷电 当年的口号就是雷电接口占未来 13年是占未来 24年的口号那还得是占未来 未来 未来 已是未来 它来不来 那不是未来吗 雷电你现在你都得起步雷四了 我花300来块钱买的小主板 依然没有 雷电要让普及开 差不多得基本保证像三头五百的主板 也得有雷电 目前从现在电脑产品线上来讲 也不太现实啊 即便带雷电插针的主板 也得比普通主板贵很多 纯属人杀千多 根本没必要 非必要不合作 我不跟他扯 再一个雷电系列的 目前成熟代表的派系 也就阿波罗 那晚上19年我就退坑 从此不太信仰了 阿波罗是你对他家插件 如果没信仰 压根没必要的玩意儿 我对他家升卡的风格 我也不太喜欢 虽然参数并不差 当年我退坑的原因 在某户屋上至今还是热评之一 且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来看 雷电接口真心难以普及 我作为一个一卡穿三代 人走卡还在 勤俭持家好难言 这破玩意儿我真心不信仰 你白给我我都得卖了 真心懒得用 而且阿波罗还闹谈 USB的版本不支持迈克 逼着你买雷电 我只能说纯属他妈智障 那你说吧 你相中的到底是个什么狗玩意儿 我倒想听听了 你听说过网络音频接口吗 朋友 网络协议是走RJ45接口的 其中许多类型是用不同的协议兼容 Dante和AVB已经是很多网络接口协议的主流了 已经是多次用在会议传输方面 发展了很久的产品线了 我下一个的选择有可能在这俩系列里边诞生 但有一点先说清楚 这是俩协议 俩不是一回事 俩协议还互相不兼容 如果点赞播放还不错 下期视频我们来聊聊 这俩协议相比较原有的传统协议 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我们下期来聊这个 如果喜欢本期的内容 欢迎点赞关注给个收藏 如果您能任性的 我就嘎嘎任性给个三连了 那对我来说那更是莫大的鼓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